哈喽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到了阿宝市 这个地儿特别神奇 古罗马人在这儿建的一个基地 我们今天来淘宝 不是来旅游啊 那我找他们今天听说 始终新开了一个小市场 然后看看我们能淘到什么好东西 这就是古罗马遗迹的一个小城 所以说这个绝对是值得来看的 就是一看到这边的景象和这种规制 它这就是一个古罗马科剧院 对 从那边看可能会更完整一些 你看这老天认识很多 这种特别痛苦的 我觉得也挺酷的 瞬时间有了到了意大利的感觉了 我发现罗马人还挺逗的 听个曲抛个走 那时候的玉石主要是为了军队所用的 所以是疗养用的 因为罗马人太崇尚战力了 就是谁就是有力量 谁更厉害 谁就是最厉害的人 这是个歌剧院 opera 挺漂亮的 好像 好像这个歌剧院 每隔几年还会举办一些世界上 比较知名的音乐 蝴蝶夫人什么的 每年还之前都在这上演 五天歌剧 然后就晚上可以摆 真的可以每年买那个票 非常震撼 等我有机会给带大家来去听 从这看这个车包 走吧 走吧 我们上去 那城包太漂亮 主要它在这种环境下 就是你有点看古迹的感觉 不是看二楼市场的感觉 我们先给大家找找看有什么好玩意儿啊 老的点网 这个电话挺可爱的 像酒店拆下来的 对 这是一套八十个 以前好像谁结婚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欧洲人特席送一套 就跟咱这时候送的无意 没有新婚 我都需要一套餐具了 对 这种的 好 都是模型送 买船送 这还挺漂亮的 这卡丁 出造型 这是老花钱 这是Art Deco的时期的画片 也很漂亮 你看 它那个菊花 这个也可以 用金属雕的 对吧 金属贴面 很漂亮 这个也是以前的 这A妹椅的 很漂亮 老花钱 这个是名字的 这不是就是那个 Nurano 皮卡索好像这个特货 叫美尼斯的那玻璃的那个 钙色玻璃的 手工的 这就是那个 一家所的画作的那个系列 很漂亮 这个其实你发现了吗 真正好看的盘子 它也不过时 永远不过时 这都是手工的盘子 摩拿口 塞上的 塞上的 这雕塑挺漂亮的 红的 其实家里有个雕塑 真的很正好 一千 这个一千瑞 这是巴黎化的 秋香 它这水彩吧 这不是油画 水彩吧 嗯 发现什么了 卖狐狸 狐狸皮的 小狐狸 那一只 卖狐狸皮的 这狐狸真吓人 这脑袋尖呢 嗯 那还一只呢 对 吓人 这个是欧洲的老缝纫机 比老的还挺好 嗯 这个可能是 这个不是油 嗯 这还挺好看 肚子也挺好看 嗯 嗯 这边这小块画的还行 块不大 比出块的还可以 嗯 就是有点 稍微有点降气 但是还不错 哦 这是以前那个特别老的 这一个测试刀一测试叉 出去打烈士可以吃吃东西 这个特别老 你看 这是野外烧烤专用是吧 这挺牛的啊 这多少钱啊 这也太牛了 野外烧烤专用 咱们带这个烧烤的时候 还挺贵的 125个 这个 这个也特别漂亮 你看它烟斗 这就是咱们那个瑞士那种带盖的烟斗 很少见哈 就就见了两次 这是第二次 看带盖的防风烟斗 这就是瑞士产的 看瑞士牛 它这个多少钱 这个150吗 贴的呢 嗯 这上面是牛骨 这应该是牛骨 然后这个也是 你看都是带盖 这两个都是瑞士的 嗯 两个都是挺老的 都150吗 这个是没贴 差不多吧 过去 都是这样 看带瓷的 这是个新的 木头的这是 挺好看的 看来它带盖的 这种烟斗很难见 很好 瑞士有 这水烟什么玻璃 其实这个真的挺好的 烧烤专用的 真的好 秀玉 嗯 这个玉可不是好玉 就不是特好玉 这插伞的 伞棍儿 看了吗 头的 小花的 有跳 好味 这儿找了一套 各种花的 这是樱桃的 大大小小都有 这是护盆子 不是这木莓 黑莓 护盆子 小鸟 松树松子的 这也是小鸟 各种 你看 这有好多 玫瑰花的 这还挺可爱的 卖很多这种 就是 餐具的 这种欧洲人每人家里都会有一套 以前人更讲究 还要带自己家族logo的 这个还是一个玻璃版画 就是箱在内嵌的玻璃里的画 这是古琴的 这是中国的吗 好像是 很漂亮啊 这幅 这人物化的还挺传神的 这个刀也很漂亮 是绿色的 不知道是什么材料 但是 这个是后面的木板 看了吗 然后同口 喂 是中国吗 是中国吗 不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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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国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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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内嵌画 就是玻璃版内嵌画的画 是 对 对 是中国 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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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 子女 是中国人 小兔子 好可爱 一天一丸 全是仙女 他们家有好东西 他们家这不是海豹石的烟斗吗 海豹石的 对吧 小心点 特别脆弱 慢一点 看看后面那个阴斗 把这个拿了吧 这个太漂亮了 这个天使 我发现跟咱们那是一组 木头的 这个天使也太好看了 太好看了 这个我要 这是路 而且可以打开 带嘴的 这个太好了 阿本贼了的阴斗 瑞士的 你看它特别酷 还带链 然后 最漂亮的是这颗雪茸花 还有这个路 这也太美了吧 这个烟斗太漂亮了 我肯定要了 超级超级美 还带着盖 我也想要了 这天使的造型太美了 你看这就不是一般的造型 这画得太漂亮 这眼睛都传神的 你没觉得很漂亮 很美吗 这太美了 这天使 越看越美 这是海泡石的 瑞士的风景画 有两把日本的刀 骨头的 骨头的 二色骨头的刀 他这种的是 他的一种的文化的一种表达方式 两把骨头刀 这种的 那个那个就这个更比较紧迫了 我就 我就钻一点了 对 挺好看 骨头的 嗯 看这小韵斗 好漂亮 铜的 嘿嘿 骨头成 这擀面 老来劲了 谁能擀 擀成片 嗯 叫鹿角 这可以再加一次装饰 以前人处理这鹿角可麻烦了 先煮 煮完了埋在地里 对吧 让那些 三天热以后 然后 动物吃他的那些腐肉剩下的 然后吃完了以后再拿出来 再煮 再清洗 妈呀 可复杂了 要不然他就会有这腥味一直带 所以他们就处理的很干净 这边喜欢的 他们写这边喜欢戴帽的烟斗 特别多戴帽的 这四十块钱 这个便宜 这是刻了个雪蓉花 看到吗 都是戴帽的 好漂亮 材质不一样 它的价格也 对 就没有刚才我们买的那个精致 是吧 我们刚才买的是 这个有点像我之前买的 像不像 还有这样黑色的 好漂亮 这个就蛮好看 这个也好看 这个比蓝色的更老 这种是比蓝色的要更老 这个好好看 大理石的 这个小孩太柔美了 这个小肉肉的感觉 这个大理石的也太漂亮 它是一体的 大理石 太漂亮了 这个是两种石头 上面是大理石 白色大理石 纯白的 然后底下是另外一种 石头 然后它两个先做的垫子 然后再做的 雕刻的小孩 这个也太美了吧 真的超级美 这套日本的 这个它是自然相见的 对呀 很漂亮 对呀 自然相见的 那大理石也太漂亮 这是日本的一套 这也是日本的 怎么今天竟看到这种 是中国的 这是一个小 这是小葫芦呀 小葫芦雕 哇 这个很漂亮 这葫芦雕 这小葫芦 这个 轻轻的 里面还有籽呢 这个雕的别说真的挺好的 可以把那个日本的铜镜 从原工厂 日本的 这也太美了 我要把这买了 这个也太好看了 小婴孩穿鞋 然后它是肉糊糊的 包括这垫子 它是一体的 这个必须带回家 这个是那个花纹 太美了 现在除了价格的问题以外 别的没问题 必须带回家 好 必须马上 一点也忍不了 这个我也买了 这回去插个 插个郁金箱 还挺好看的 太高 这是插郁金箱嘛 是比较老绿的 这个 很好看 这儿一套 然后还有小孩 我也买了 太美了 打好了 我们现在付钱准备 这个也买了 反正这个小孩的雕塑以后 我就没法看碟了 我发现看了好的作品以后 再看这个不好的作品 就插了老远了 这个就完全失去了灵动性 就模板似的 二十多街 这个就那个大理石那个 这种健身房里面 立25公斤 亚铃的 特别诡异的 这个好吓人 但是这个好可爱 看这个狗 瓷器还带眼睛的呢 哇 这个有点意思 贵妇狗 这个是老的 那个瑞士的手风鞋 你知道瑞士手风鞋很有名的 它这是被 像是被雕似的那种 好漂亮 每个箭都是石头的 都是被雕似的 这也太漂亮了吧 手风鞋 还有这个手风鞋 瑞士也是产手风鞋很有名的 所以它产的音乐盒 这是那老式点歌机 以前你看 两张两个platin是五毛 五个歌是一块 这点歌机啊 最老的那种 ABCD 就是交钱在酒吧里 可以点歌那种 我把刀买了 四十一把还真的挺便宜的 四十刀 这是一个山羊角的一个 这边是这样的 两把 然后这边是 这边是这样 这样多吧 山羊角的 对 然后那个这里边是这样的 刀饼 这俩是一对 这俩是一对 大一个猪啊 这个猪也太大了吧 龙房上的 这太大一个猪 妈 我这还有 今天生活满满 就是 但是真沉啊 好 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今天我们又淘了很多东西 对 然后现在准备打到 对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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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